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当你留意到自己在判断他人时 你会怎么做呢 让今天4月4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真实来自父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若望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至二十节 那时候 耶稣又向众人讲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随我的 绝不在黑暗中行走 必有生命的光 法利赛人于是对他说 你为你自己作证 你的证据是不可平信的 耶稣回答说 我即便为我自己作证 我的证据是可平信的 因为我知道 我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你们却不知道 我从哪里来 或往哪里去 你们只凭肉眼判断 我却不判断任何人 即使我判断 我的判断仍是真实的 因为 我不是独自一个 而是由我 还有派遣我来的父 在你们的法律上也记载着 两个人的作证是可平信的 今有我为我自己作证 也有派遣我的父 为我作证 他们便问他说 你的父在哪里 耶稣答复说 你们不认识我 也不认识我的父 若是你们认识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了 这些话是耶稣与圣殿师教时 在银库院里所讲的 谁也没有捉拿 因为他的时辰还没有到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人与生俱来就需要被肯定 因此不断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是叫好的 因此人常常判断自己 也判断别人 然而在做出判断时 人多时都会相信自己眼睛所看见 耳朵所听见的 在经过我们大脑的诠释和解读 形成的理解 于是认定事实大概就是如何 然而 大脑的诠释和解读 多半和自己的经验有关 在未看清楚事情全貌之前 太快下判断 或者根据自己过去的主观经验 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赋予意义 难免会产生不切实际 扭曲的解读 让自己和他人陷入困境 耶稣很清楚知道 这是人性的限度 因此他说 我不判断任何人 即使我判断 我的判断是真实的 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人 而是有我 还有派遣我来的父 耶稣知道的真理是 能够看清楚全貌 能够完全理解人的 只有天父 唯有来自天父的看法 才是真实的 耶稣承认并接纳 他自己属于人性的不足和有限 时时在祈祷中问天父 不让判断使他掉入困境 和情绪的黑洞 而是让天父的见解和目光照亮他 当我们意识到 自己习惯性的运作 形成判断时 耶稣邀请我们跟随他 跟随我的 绝不在黑暗中行走 必有生命的光 今天 我们可以更留意自己什么时候 再判断 学习承认 接纳自己的人性和限度 并用行动悔改 跟随耶稣 我们可以将这个判断 放在天父手中 求他光照 让天父的真实 带领你走向生命的光 请品尝圣言 你们只凭肉眼判断 我却不判断任何人 能真实判断的 唯有天父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在每一个觉察判断的当下悔改 跟随耶稣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祈祈祝 求你教导我谦卑地承认自己的判断 并顺服地聆听天父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意识到自己在做判断时 立刻将它交在天父手中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